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克敏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帖 恭贺吉隆坡荣登亚洲二十大最友善城市榜首 更把这项荣誉归功于首相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 但不幸的是这其中摆了大乌龙 尼克敏昨晚十一点半左右在社交媒体X发帖 宣布首都吉隆坡成功获选为亚洲最友善的城市 他说这是首相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的成就证明 安华总是强调人性尊重和礼貌是城市生活的指南 尼克敏的贴文也附上了排行榜图表 而图表文字显示这个排行榜资料源自androidtravel.com 而制图者是Asian Vibes 根据当今大马浏览调查 androidtravel.com的相关文章 列出了50个亚洲最友善城市 而吉隆坡确实名列第一 不过当今大马在深入搜索发现 这篇文章原本在2019年9月14号发表 这是安华出任首相之前的事 安华在2022年11月24号宣誓为第十任首相 上台领导团结政府 无论如何当今大马已经联系尼克敏寻求回应